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美国举行了中期选举 但最后的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 据说要等到几天之后才能有最后的结果出来 所以就先说一下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结果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这里就是先说结论 后面再说原因 这个结论就是 如果美国共和党能够主导政局的话 那么中美关系将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也有不少人说 不管美国哪个政党上台执政 中美关系都不会有大的变化 当初人们曾经担心说是民主党拜登上台之后 就会对北京实施绥靖主义政策 就会妥协退让 现在拜登政府是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有些方面甚至还更加强硬 事实上呢 拜登政府确实他是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政府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 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定性 对台湾关系的大幅度提升 还有高科技方面对中国的限制等等 但是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相比有一个决定性的不同 那就是川普政府对北京的政策是进攻性的 而拜登政府对北京的政策是防守性的 在川普执政期间呢 美国向北京是不停的发起进攻 美国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 对华为公司进行制裁 对孟晚舟进行逮捕 对台湾的关系大幅度提升 关闭了美国休斯顿总领事馆 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定性等等 这些呢都是川普政府对北京的进攻性的措施 这些措施呢都是后来拜登政府所没有的 拜登上台之后呢 他们是维持了川普政府对北京的这些进攻性的政策 但是呢也就是到此为止 他们并没有对北京发起新的进攻 所以事实上拜登对北京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防守性的 而不是进攻性的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来说呢 拜登上台之后 他们就觉得日子就好过了很多嘛 习近平这次能够连任 恐怕也有拜登的因素 如果美国现在还是川普执政的话 他们就会主动对北京施加各种超强大的压力 包括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啊 这些东西 还有要求对新冠病毒的灾难进行赔偿等等 这回事情啊就会让北京会焦头烂额 他难遇应付 所以呢 如果现在还是川普执政的话 习近平从2021年到2022年这两年的日子就不会很好过 因为川普政府的美国会不停的发起进攻 就会让习近平不停的难堪 不停的丢脸 习近平要想连任恐怕也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也可以说在川普政府时代呢 是美国进攻北京防守 而在拜登政府时代就变成了北京进攻美国防守 那么我们看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 如果共和党能够主导政局的话 那他们就可能逼迫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一个主动进攻的政策 这样呢 中美关系就会发生决定性的变换 也就是说双方的攻防角色会发生转换 再次变成美国进攻北京防守的一个局势 很多人忽视了中美关系对北京的影响 他们认为啊 美国对北京的影响力有限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 其实不然呢 美国对北京的影响力是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北京中共政府能够维持到现在 其实是拖了美国很大的福啊 如果是没有美国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有利于北京的政策 北京政府是很难维持到现在的 有几个历史的关口他们都过不去 所以用不太准确的比方来说啊 在几次历史的关头上都是美国挽救了北京中共政权 所以我们这里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个历史关头呢 就是1947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 当时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是不支持的 不仅是军事上不支持 经济上也不支持 1949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价格暴跌 造成了整个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崩溃 也是因为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 在1945年世界大战之后呢 美国的经济力量一度是非常的强大 在1947年到1949年那个期间呢 美国一个国家的GDP占了全世界GDP的接近70% 所以在当时只要美国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一定的经济援助啊 完全就可以在经济上撑住国民党政府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国民政府至少能够守住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 就会形成南北中国划江而至的局面 可是当时的美国杜鲁蒙政府是完全不支持反共的蒋介石政府 不仅是没有军事的援助 连美元这样的经济援助他也不给 结果就造成了蒋介石政府是兵败如三岛 就退败到台湾去了 所以美国第一次挽救北京中共政权 是1947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期间 美国没有给予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经济和军事援助 反而是保持了中立 这样就让毛泽东的中共可以轻而易举的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第二个历史贯头呢就是朝鲜战争 当时朝鲜战争的美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他是要准备全间进入朝鲜的志愿军 就是把进入朝鲜的志愿 中共的志愿军全部都要消灭掉 而且呢迈克阿瑟的军队已经是打得相当不错 只是因为当时美军的人数不够 只要是美国派出军队进行增援的话 迈克阿瑟指挥的美军全间在朝鲜的中共志愿军 应该说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呢 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突然就解除了迈克阿瑟的联军总司令的职务 把迈克阿瑟紧急召回美国拿掉了他的军权 之后呢美国对朝鲜这个北京的志愿军采取了绥靖政策 在三八线就是主动的就停战了 没有来全间朝鲜的中共志愿军 反而和他们绥靖停战和谈 等于造成了美国和中共志愿军打了一个平手 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采取迈克阿瑟的计划 全间在朝鲜的中共志愿军 就会让毛泽东灰头土脸打了败仗吗 他以后想要搞个人独裁 他也独裁不起来了 可是美国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啊 对北京采取的绥靖政策 让毛泽东看上去好像是打赢了朝鲜战争 就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信 他也为后来毛泽东搞个人独裁建立了一个威信的资本 所以美国第二次版就北京中共政权呢 是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 他没有全间在朝鲜的中共志愿军 反而是跟中共停战和谈 再次挽救了中共政权 第三个历史关头就是1960年到1963年的中国大饥荒 在1960年到1963年 因为毛泽东瞎折腾造成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当时中国整个的经济形势的完全就已经都停顿下来 所以呢如果在中国大饥荒的期间 台湾的蒋介石是准备发起一个反攻大陆的战争的 因为在那个期间的中国大陆其实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根本没办法打仗嘛 如果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趁着这个大饥荒的时机来反攻大陆 美国也不需要出人啊 只要他出些钱出些武器 蒋介石有几十万军队也足够去反攻大陆的 如果是在那个时候 中共的解放军啊 你在大饥荒时代根本就没法打仗 就很可能遇到蒋介石的军队就是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呢就有可能反攻大陆成功 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嘛 可是当时美国却是坚决的反对蒋介石要反攻大陆 结果就错过了推翻中共政权的一个绝好的时机 这就是美国第三次挽救了北京中国政权 第四个历史关头呢 是北京和苏联当时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啊 苏联准备对北京发起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要一局摧毁北京的毛泽东政权 苏联啊就把这个对北京要发起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 悄悄透露给美国 他是希望美国能够保持中立 但这时候呢 美国却表示要坚决支持北京 他告诉苏联说啊 如果苏联对北京发起核打击 等于就是对美国发起核打击 美国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这样一来呢 苏联只好放弃了对北京发起外科手术核打击的计划 这就是美国第四次挽救了北京中国政权 第五个历史关头呢 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 美国对北京伸出了援助之手 对北京实施开放政策 在经济上挽救了北京 在文革结束的时候 因为毛泽东瞎折腾嘛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来对外开放 作为对外开放 就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开放嘛 但是邓小平想对外开放 不等于美国就对他对外开放 按道理说呢 北京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 美国作为一个反共的领头的国家 它是不应该接受 对北京这样共产主义国家的开放的 可是当时美国人就有一个幻想 他们认为对北京实施开放政策呢 就可以让中国人富起来 一旦中国人富起来呢 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就是他们认为 他们对中国的开放政策 就可以把北京的这个中共政权 从一个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 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民主政权 那么现在美国也后悔 他们当初是判断错误 是看走眼了嘛 美国帮助北京发展经济 等于又是挽救了中共政权 如果当时美国不接受 北京这个对外开放 拒绝对北京开放 那么中国人现在还是会在一个 水深火热的贫穷之中 那么中共政权也未必能维持到现在 即使是中共政权勉强维持到现在 那么中国也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 根本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就不会构成威胁 那么美国对北京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 实施开放政策 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这就是美国第五次挽救了北京中共政权 第六个历史关头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 当时如果美国对北京实施严厉的政治经济制裁 就会大大的鼓舞北京中共内部像赵紫阳这些民主派 民主派就有可能再次的卷土重来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有可能再次的发生 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对北京实施了一个非常宽大的政策 政治经济的制裁都是一个象征性的 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打击非常大 因为美国这个89六四之后对北京这样宽大的政策 就让中国的民主派 让中国的民主人士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们就觉得被美国给抛弃了 美国只是嘴上说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在实际上行动上他们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甚至还和中国的独裁者去拉拉扯扯的 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 其实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也等于是美国第六次挽救了北京中共政权 第七个历史关头就是2020年美国大选 当时共和党的川普政权下台 民主党的拜登政权上台 我们前面也说到川普政权本来是对北京 采取一个进攻政策的对北京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外部压力 这种外部压力也是阻止习近平连任的一个外部力量 可是拜登政权上台之后就放弃了对北京的进攻政策 采取了一个被动防守的政策 就让习近平政权外部压力大大减轻 等于也是帮助习近平实现的连任 这也就是美国第七次挽救了北京中共政权 我们上面看了七个历史关头 美国七次挽救北京中共政权 就可以看出美国其实对北京有非常大的有决定性的影响 只要美国在上述的七个历史关头的其中一个历史关头 采取对北京的强硬政策 那么北京的中共政权未必能维持到现在 因此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 对北京的中共政权中美关系都具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共和党能够主导美国的政局 再次对北京发起一个进攻性的政策 那么中美关系就会完全不一样 习近平的权力也就不会那么稳了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这一次美国的中期选举吧 希望不要让中国人失望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带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